要想把它们对人体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选择哪些益生菌非常的重要 补充益生菌是否起效 要关注三个阶段身体的反应 益生菌和其他的生物一样 也有自己的生长曲线和生长阶段 要想把它们对人体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选择哪些益生菌很重要 一般的 具有好的耐酸性 多菌种大剂量的益生菌之际 可以促进有益菌在肠道的定值 并且还需要长期的积淀 益生菌对大家的身体产生作用 一般会经历以下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静生期在服用一到四周的时间 当益生菌活着进入 并定值于肠道的一到四周的时间 便于原先已存在于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展开了竞争 包括竞争生存未典以及营养等 有害菌在死亡的时候会释放大量的毒素和其他的代谢产物 来抑制有益菌的生长 并对人体造成不适 比如在应用的早期会出现长鸣以及排气增多的现象 而益生菌也会释放大量的细菌素和各种有机酸 来维持我们人体的健康 第二个阶段 叫优势期在服用四到八周的时间 益生菌在服用到四到八周这个阶段 由于坚持使用 相当于为我们的肠道不断的增补强有力的援菌 那么益生菌在肠道均匀当中逐渐的占据了上风 由外补充的益生菌也会帮助体内原油的有益菌生长起来 共同协同抑制有害菌的繁衍 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同时呢 还有助于更好的创造健康的卫生态 所以呢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开始感觉到 原来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表现 逐步的有所改善了 第三个阶段 稳定期在服用八周以后 游异菌呢 在体内拥有足够的优势之后 带来的正面效应 也就逐渐的体现了出来 由于生活饮食习惯等各种原因呢 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容易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调 为了巩固微生态平衡效果 防止有害菌 转土重来 就需要阶段性的补充益生菌 经过国家严格审批 并批准生产的可食用菌株呢 在品质上有保障 成分也安全 大家可以呢 安心的长期使用 一句话 要想啊 将肠道益生菌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需要一个过程 不同阶段身体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也可以听从医生的建议调整肌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